12月22日 中国央行发布辟谣公告称 近日 网络流传 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陈耀明涉嫌严重违法违纪 主动投案 疑似因私印同号超2万亿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经营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此为谣言 性质恶劣 人民币印制发行有严格的工作程序和技术标准 中国人民银行一直依法依规开展相关工作 央行称 对造谣传谣行为严厉谴责 已经向公安机关报案 本月早前 网络有消息称 传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人民银行纪检监察组和北省监委 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党委委员董事陈耀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主动投案 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近日 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董事陈耀明 主动投案的关键词再度冲上内地社交媒体微博热搜 不过 当时就引来不少网民质疑 纯属造谣吧 2万亿会引起多大的通货膨胀 心里没数吗 私自印刷2万亿 手法为同一编号印刷两张 一定有假 想都不要想 2万亿需要多少辆大陆虎来装呢 20万辆 陈耀明就算给自己印了2万亿 这是现金 不是银行卡里的数字 他也没地方装 也没哪个银行可以存得下 陈耀明1964年1月出生 自1984年8月起加入印钞造币总公司 历任综合计划处干部 防伪印刷公司筹备组成员 及上海印钞厂副厂长等职 2001年8月开始担任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党委委员 副总经理 今年1月任公司董事